星瑞桌遊 大家好 我是李蜜 今天來到這個2019年的星瑞桌遊磨染會 來大家看一下展覽場裡面有什麼有趣的遊戲吧 Let's go 我在尖端的遊戲攤位 今天發現這個新的擴充奧地瓦卡 相信大家都超熟悉的 那它這個出了新擴充叫做為名於揮 即將在10月的時候會出貨喔 現在這邊有看到熱騰騰的心情好開心喔 但它有很多的特色 像是有新的信仰 然後就是多了一個信仰的崇拜 你可以去拜新的神 然後還有工藝精進 還多了季節的更換 然後還有技術革新 非常多不同的新東西在這個特奧地瓦卡裡面 所以大家盡情期待10月它就要上市囉 在尖端的攤位還看到這個新出的 超棒的遊戲 先進優谷中文版 我超喜歡這個遊戲的 然後我也有買擴充 不過擴充只有英文版的 那如果說太怕英文 它的卡片有很多英文的朋友呢 那現在就可以就是買得到中文版了 英文不好的朋友一定超開心 好 推薦給大家這個先進優谷 好 尖端的遊戲呢 還有一個超棒的 叫做阿勒農場 沒有啦 它原本翻譯成亞勒大地 我現在還滿不習慣 變成亞勒農場 然後它真的是超好玩的 烏梅龜山的一個非常厲害的作品 因為我喜歡農家樂啊 我喜歡拼不對決的朋友 一定要玩玩看這個雙人遊戲 叫做阿勒農場 對 非常好棒 這新出的中文版 所以說看不懂英文的朋友 又有服了 現在有中文版的囉 那十月份的話即將會出貨 希望大家敬請期待 哇 又看到一個新的中文遊戲 它原本是叫Loot Creator 可是現在出的中文版 叫做四海好傢伙 就跟我之前有介紹過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陣營遊戲喔 就是大家會分別 就是擔任不同的角色 然後每個角色都有特殊能力 他們要就是分賬一些賬款 就是要分錢的意思 那如果說喜歡陣營遊戲的朋友 現在有中文版了 耶 嗨 大家好 我在這個藍雀這裡 找到一盒非常可愛的遊戲 叫做甜蜜派對 它的畫風神還是超過怪的 就是一個派對上面有很多的甜點 然後它是一個陣營遊戲 它有很多的卡片 像這個有各種角色的輔助卡 它就是分成好人跟壞人陣營 然後你們會有自己的血量 還有一些特殊功能 所以說在四天結束以後 要比賽做好人跟壞人 來對留下來的人活著的比較多 所以說它是一個很有趣很可愛的陣營遊戲喔 我也沒有玩過 希望哪一天可以玩玩看 哈囉 我還在藍雀這邊找到另外一盒 超可愛的遊戲 叫做小短手的星期天 這個有養貓或是愛貓的人都超適合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充滿著貓咪的遊戲 超可愛 它就是畫給你一張 它就是上面可以寫數字的詞 然後呢你骰骰子 如果骰到什麼數字 你可以把它點在扣格裡面 有一點像那個Welcome 2 或者是決定聰明這樣子 就是一個執筆遊戲 那點在不同的區域 就會有不同的計分方式 然後如果得到小魚的話呢 它可以把你點錯的數字給它畫掉 所以說它的得分方式還蠻多元的 推薦給愛貓的朋友玩喔 好棒喔 我在新瑞桌遊博覽會的攤位 來看到這個很可愛的骰塔 是我最愛的粉紅色加紫色耶 而且它是免費贈送的喔 就是你可以自己拿這個 它的那個設計圖 然後可以在現場做 親自動手作 你也可以把它帶回家 再把它做成那個骰塔 這個超實用的 當你玩一些骰子笨蛋 game的時候呢 都可以拿出來用 很棒耶 哈囉 然後我在玩具設計這邊呢 發現一個超漂亮的桌遊 叫做夢第十三章 它的封面就是一個鑰匙孔的形狀 然後它是燙金的耶 超美的 那它的牌呢 我剛剛打開來看也是超級漂亮 它是一個童話故事的感覺 而且都是很粉嫩的顏色 它就是有最佳美術的稱號 然後它裡面還有這些很可愛的小鑰匙 這些鑰匙都很有質感喔 都是金屬的鑰匙 所以說我喜歡漂亮的遊戲的人 非常推薦那個夢第十三章 那它在玩什麼呢 它每一個角色啊 都有不同的技能 然後它每一次就是你打一張牌 然後抽左右兩邊的人一張牌 所以你打一張會得到兩張 然後這兩張牌裡面 再做二選一出八的技能來使用 所以說每個角色啊 都不知道會抽到什麼 也不知道會使用什麼樣的技能 有一點點就是排運 然後有點像二十一點 因為如果說你有三張一樣的角色 你就爆炸了 所以說你要成套收集 可是不能讓同一個角色 同時出現三個在你的場上喔 那大家可以欣賞一下它的美美的美術 那在TOOS的攤位 找到一個很有趣的遊戲 叫做妖怪台灣 它裡面有非常非常多 台灣傳統裡面都會出現的妖怪 而且呢它不但就是圖畫畫得非常的精美 而且它的背面還都有妖怪的故事喔 所以說你可以更加的了解到台灣有哪些有趣的妖怪 而且它是一個算是拿骰子的策略遊戲 就是你拿骰子回來以後呢 不但你要規劃說它要放在哪裡 然後點數是多少 如果說你符合任務的條件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額外的加分 然後它還要分成在山上 林地還是海裡面 就是看在哪一個區域的骰子 你都會變成不同的顏色 所以它是一個還蠻有趣的 一個輕策略遊戲 推薦給大家 哈囉大家好 我找到了一款 又是很可愛的貓咪的遊戲 叫做貓咪速度 對我真的超愛貓咪的 我有養四隻貓咪 那這個剛剛好呢 跟我家貓咪的數量一樣 它有四種難度 它就分成春夏秋冬四個季節 那春天最簡單是第一集的 然後秋跟夏的話是第二集的 然後冬天最難是第三集的 那它玩法呢 就是有四顆骰子 那就是每一次呢 就是骰就四顆骰子 然後又把骰出來的數字填到空格裡面 然後大家有玩過速度的話 就知道就是橫的直的 不能有重複的數字 然後斜的數字不能有重複的相比 所以它就是如果你有犯規的話就會扣分 那遊戲都玩了全部都填滿的時候呢 就是算每個人的總分是多少 分數最高就獲勝了非常簡單的一款速度遊戲喔 這款呢是巫師五師 它是一款雙陣營的巫師對戰遊戲 它有點心機 然後反正我們只要選好 我們要出的牌之後就會說巫師五師 等對方也說巫師五師之後 三二一一起出盤 再進行咒語的判定 然後我們可以支援二到八個人 它是 而且技術也可以玩喔 還可以一打多 有什麼巫王直戰模式 就像打BOSS一樣 這款呢是日同發行的罵戰 它是連線的旗類遊戲 然後它就是會利用我們這個下面的顏色 來限制對手的行動 而且我們有各種各式各樣的職業 它有不同的功能 然後只要達成連線我們就可以得分 然後喜歡旗類的朋友絕對不要錯過喔 這款呢是芋頭天堂 它是清澈運了手牌控制遊戲 對你要運用各種不同的工具來製造COMFO 對然後我們只要達成成組的條件 就可以收成芋頭 對然後我們有各種各式各樣不同的芋頭 那是這種肥肥的啊 喝起來吃芋頭了 對然後這種很奇怪的奇心怪這種芋頭都有喔 那你講一下你最喜歡哪一塊 真的喜歡 你最會哪一塊 我都很會 那你喜歡哪一個 我喜歡這個吧 我喜歡歡樂一點遊戲 對就是比較派對心機的 對 那你咧 這個 我也喜歡派對遊戲 真的啊 你們都不玩策略的就是 真的要派對 這兩個都要派對 我喜歡派對 我喜歡派對 好啦芋頭當然很可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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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